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 2023年了 在此先祝大家 2023年除夕 新亿日 大家应该要快乐的 今晚我们会跟大家聊 复苏人生的最终章 复苏人生系列的最后一篇 因为复苏人生已经结束了 我们就来review一下整年的东西 然后预测一下明年 去年2020年 也大概就是这样最后几天 我们看到一些专家 预言家 什么家都好 他们讲 2021年 比2020年更糟糕 更严重 更差 更惨 但是呢 现在是2021年的最后几天 我们又看见这些人又来 2022年更惨 更严重 更坏 更烂 我们将在今晚的复苏人生 跟大家探讨一下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你可以避免的 你可以避免的 只要你看懂了 2022年会这么糟糕 你现在就懂得怎么做了 是不是 今天呢 我们要讲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不要小看 会亡国 跟你讲 大马60多年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体制体系 已经几度腐败了 有人讲改革也改革不了 结果呢 什么东西呢 都是U-turn 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两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严重 绝对严重导致大马亡国 如果他实施的话呢 预言家中了啦 2022年就是死亡最糟糕的一年 绝对会是 所以幸亏他们做了这个紧急的U-turn 所以没有办法了 这个培斯曼的政府呢 现在他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他现在他不这样做的话呢 没有前途了 他自己先倒台了 据说要倒台 他好像要换几个部长 那么现实人生 我们回归现实 希望这些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的这几个部长 全部回来现实世界啊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政策呢 会太多新闻啦 然后他们一直很厉害转移交点啦 然后又突然间水灾啦 人家我跟你讲 这个3%海外收入税啊 我跟你讲 绝对死大马亡国啊 不是开玩笑啊 然后股票印花税呢 也是很严重的东西啊 就是他们很离开转移交点咯 不然不可以喝酒啊 不然啊 什么 什么事情啦 一直在转移交点啊 其实我跟你讲 真正最严重的东西就是这个 3%海外收入税 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 他只要这个实施下去呢 每一年大家准备过苦日子了 绝对苦日子给你看 比2020年MCO更惨的日子啊 所以没有办法了 现在实无前例的进行一个超大型的U转 所以大家担心了 半年的东西呢 没有了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海外收入税啊 所以啊 我们讲一个比较现实 比较实际的东西 就是你在新加坡工作嘛 如果做比较好的工作的人 那些新加坡工作的人呢 一个月呢 寄3000新币回大马呢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他可以寄1万马币回大马 你寄1万马币呢 他要直接测试你3% 就是300块 我问你给的甘愿不甘愿 可能一个月里面说给政府抽300块呢 哎呀 痛就心痛就心痛啦 12个月呢 抽到3600块了 跟你讲啦 3600块了 而且呢 还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那个人家新加坡的养老金嘛 哎 在新加坡做了一辈子工作了 那新加坡的那个公积金拿到回来 你最少也有100万的马币吧 1万万啊 他跟你凑3%啊 哎 1万万跟你凑3% 你看 这个多少啊 30多千啊 哎呦 你给他甘愿吗 不甘愿是不是 不甘愿 我就不要把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养老金 带回大马咯 这笔钱 这100万的这个马币呢 永远不带回大马咯 大马就少了100万咯 所以每个不带回来呢 给novo咯 GG咯 大马王国咯 整个国家完蛋咯 跟你讲啦 不是开玩笑啦 哎 在新加坡工作的 现在每个他说 不甘愿给是300块的话呢 每个1万 本来要寄每个月要寄1万块回大马的 现在没有啦 认寄了 他通通存家人移民过来新加坡 搞定了这个大马就完蛋了 所有跟你讲啦 在海外工作啊 你有什么 你做海外工作啊 你有海外的公司打工啊 所以人在大马 你的老板是外国的公司啊 或者你是失了 你的收入呢 是从外国呢 你去到大马的话呢 这个3% 你跑不掉的 而且人家后来以为说 拿Cash 要求我们拿Cash 回来 进海关那个Cash 要申报啊 你为新加坡回来 对 这是 啊 这是 M1 哦 5万 1万 1张钞票给你数啊 就是要跟你TES 到底啊 你会先进入TES 这里我跟你想到有一个方法不了,买狗狗币 准备你买狗狗币,现在他不懂怎么看狗狗币 准备你玩虚拟货币才有机会这样传说 不然的话,一分钱他跟你拿到笔 所以当这些大马人有海外收入,通通不把收入带回大马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大马明年不只是古日子 然后外国人,外国投资什么 总之他要把钱交付进来大马呢 我问你,有人家给了纪念吗? 我去印度尼西亚不用给3% 我去拉奥斯不用给3% 我生气搬去迪莫拉斯特也不用3% 你马来西亚要抽我3% 我干嘛要来啊? 我随便找个Tmola State 我去一下就可以了 更好啊,充满机会啊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政策很惨的 它会导致大马的巨大的经济危机 还好现在呢,还没有办法 所以之前的财政预算案 它就不应该搞这么笨的一个政策出来嘛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政策 那个股票每一个交易,每一个买卖 它都要抽印花税嘛 它原本是200块 后来它改成,怎么知道吗? 叫做Unlimited 就是原本是抽0.1% 我跟你讲,股票人家玩很大的,知道吗? 就是整百万起跳 整千万起跳 原本是0.1% 大家都接受了 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一样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它突然间跟你起50% 起到0.15% 而且它上面没有封顶哦 够力哦 哇,你买卖一个100万的股票 你自己算一下啦 它没有封顶的话 0.15%多少 你买卖1000万的话 人家做投函的一天 传出了几百万,几千万啊 看那个人购买多大 哇,政府赚到啊,笑了 我后来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也有Ulturn 就是封顶1000万 不管你现在拿1亿 卖掉,1亿买进来 最多给1000万 不是跟你Unlimited 不是Unlimited 哇,一天够的 一天啊 一天啊 政府可以赚60年 60年的国库的钱 一天就可以赚了 不是开玩笑 如果股票通通玩到这么大的时候 没有啦,想给人吗 这样子搞一下 一样的 哇,你大马敢抽我 Unlimited 不要来大马啦 我直接跟你带走啦 那个股票啊 跟你炸啊 就是跟你炸到 哇,这一千五百元嘛 这几年大起呢 就直接跟你调到一半 那如果他没有Ulturn 这个东西 谁敢来啊 这样子 Unlimited 抽你 是不是 好 接下来当然有一些 好消息咯 好消息要给大家咯 那么首相学部呢 为灾民呢 提供购物赠 给Woucher Woucher 不懂是EWoucher 还是什么 总之他有给就对了 OK 所以呢 啊 总之呢 你谁在呢 你整间屋子被炎到完 是不是 放心 放心 手相给你五百块买电器 你家里的电器 所有啊 冰箱啦 风扇啦 电视机啦 那个什么啦 那个阿温啦 那个什么洗衣机啦 Dryer啦 吹头的啦 等等啦 等等啦 寒布朗 寒布朗 给那个水冲到完了 是不是 手相讲 很好 不要紧 政府给你五百块 五百块你就把这些东西跟我买回来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当你们领到五百块的时候 你们就试试看去把全家的电器买回来 他给你五百块 然后那个汽车子 汽车正在水里面 是不是 浸泡在那个水子 他说给你一千块 很厉害啊 政府很好 给你一千块 去修理咧 我跟你讲 拖车三百块 剩下的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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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把那些人 给你那个什么 因为最基本 我跟你讲 这种泡水车 最基本做什么 做overhaul overhaul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了 整个引擎拆下来 你自己知道多少钱 一千块够啊 等下电板坏 什么坏 哦吼 人家修理车都讲到三万块 最严重修理三万块 不然大大小小 叮叮咚咚咚咚咚 五六千 最少 五六千 最少 五六千 五六千 天文数字 不敢讲 政府给你一千块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千块 买那个电器呢 五百块 哎呀 政府对你们啊 真的是很好啊 哎呀哎呀 算了啦 这个政府呢 给五百块收了 去买啦 哎呀 好够你 他给你割送 给你肌肉 我跟你讲 无论如何 五百块 买几个通站咯 算了 好了 其他就是 哎呀 没有办法啦 你看这个 现实人生嘛 这些固扎 他活在他们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他们的MATRIX的世界啊 什么不知道 你看他 他现在够力了 你看他洗干净的第三的这个画面啊 已经给外国的电视台报道了 够力哦 丢脸 哎 哎 第三都没有 都没有 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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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东西 不要讲了 那么这个水灾2.0开始了 那个已经 现在是半岛的东海岸 出现这个问题啊 嗯 那四个地区已经进入红色警报 那么 最后这个 国家安全理事会也 提醒大家呢 哎 大家不要再依赖政府啊 人民应该培养 灾难应变能力 啊 这一点呢 我的确是这样子 啊 真的 你不要相信政府啊 什么水灾政府来救你 啊 没有啊 啊 水灾是那个Viva 阿邦Viva来救你啊 啊 人家阿邦Viva 在那个Viva 带着船啊 身上才50块半了 啊 服务过来救你啊 啊 政府救你啊 人家阿邦Viva救你啊 啊 不然你自己要出两千块啊 叫人家拿船进来救你啊 啊 所以 跟那个疫情议案啊 政府来斗我闭字啊 政府抓我进去隔离啊 给我吃药啦 给我好啦 啊 不然政府给我上呼吸 就跟人家没有这样 没有这回事啦 啊 你倒很严重 你看 人家在屋顶三天三月 都没有人救你啊 啊 没有阿邦Viva 人家救你啊 啊 啊 所以 现在以后啊 都是自己自己做准备 自己来啊 自己民间团体啊 自己做准备啊 啊 之前我一直提醒大家 现在楼下不要放什么贵重东西啊 因为呢 人家预言家一直讲啊 明年啊 更严重 如今他讲的预言呢 是这个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 在大马气候变化会导致什么灾难 水灾咯 啊 不可能火山大马气候变化 地震大马气候变化 当然就是水灾咯 所以 明年还会来啊 而且会来很多啊 大家要注意啊 要自己做好准备啊 把那个损失呢 减减到最少最少啦 所以他今天讲这个东西呢 Happy New Year 呢 这点我是有一点同意 当然有一点不同意啊 因为这个水灾是你们没有做东西 你们做错你们一大堆啦 所以 你们不庆祝呢 政府不庆祝应该对的 改成祈祷是对的 但是你不要叫人民呢 不庆祝哦 哎 我的年轻的儿子他们啊 哎呦 A B & B了 另外一个又 哇 我们又A B & B了 全部A B & B去庆祝了咯 全部去A B & B了咯 哎 人家年轻人管理这个东西啊 他自己现在做错了 在那边 今年不放便宝 省钱 在那边 祈祷 祈祷 祈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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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呢 我们还是跟大家讲呢 哎呀 这个3%的海外收入税取消呢 哇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跟你讲呢 很多很多呢 我们的听众呢 你们的孩子呢 都在外国做工了 是不是 每一笔 每个月他寄回来的钱 都要抽三马下 我跟你讲 你甘愿啊 你自己算一家那笔 不划算了 你自己跑去外国 跟孩子住了咯 移民了咯 现在很容易申请 知道吗 你孩子在加拿大 你去申请 你就可以变成加拿大人了 你孩子在澳洲 你申请 你变成澳洲人了 新加坡很容易申请 所以人家不甘愿给这个钱啦 因为太多太多大马人 都是子女在外国做工的有机器 我们来通通通通通通抽三马下 还好现在又退了 没有了 关心了 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股票的那个可能对大家影响不大 但是还好他又退了 不然的话 有经济崩溃啊 跟你讲了是不是 然后呢 刚才也讲的好消息咯 500块给你买电器 1000块给你修理车 我叫大家 今晚6月1日不要庆祝 好 那么 这样就讲到这里 那么晚上呢 我们就给大家 复苏 人生国家复苏计划的最后一期了 我们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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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回见